先挂的挂词叫做圆亨利争就是四个字 圆是什么意思 圆是代表人的头 因为这个就是独特的地方 下面其实是一个人 上面就是人的最上面的这一画 就代表人最上面这一画 就是人的头 圆代表人的头 如果你想要对一经有多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有录的课程 我们介绍了一经八个挂 如果你四十五岁以上的话 你应该记得从于高中 在学校我们读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有孟子 其中有一句话叫 永世不忘丧其缘 丧其缘就是永世 永世就要去打仗的 打仗你就会 可能会牺牲生命 所以你心里要知道 你的工作 你的责任可能是要付出生命的 你被抓到可能就是要砍头的 你如果这个被敌人抓 被敌人俘虏或什么 可能就是要砍头的 叫丧其缘 那个缘是头的意思 头的意思 从这个头又引申出其他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开头开头 我们就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所以就这么一句吉祥话 一缘复始 一缘复始什么意思 就是从头开始 一缘复始万象 就是头 开头 一缘就是开一个好的头 回到那个 一开始的那个 生命力的源头 那我现在问大家 为什么我们都说从头开始 为什么不说从脚开始 曾经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是这个从头 还是这个从头 哪一个比较对 有人说可以去查Google 看哪一个比较多 我跟你讲差不多 这两个数字差不多 这个还是这个 其实这个才对 这个它有别的意义 就表示 re的意思 就是再一次 你可能之前已经做过一次了 你现在用这个从头代表之后 我还要再做一次 你可以用这个从头 因为它这个从有re的意思 这个从是from的意思 这个是from的意思 这是re的意思 我们就必须用英文来解释中文 因为我们对中文已经陌生了 所以你也不是 也不能完全说它错 因为在某一些场合 必须用这个从头 因为你想要第二次 第二次或第三次 但是正常情况是这个才对 为什么 这就跟我刚刚问的 两个问题相关 为什么都说从头开始 不是说从手开始 从脚开始 从脚开始也很好 为什么要用从头开始 这个意象是怎么产生的 你们一定想象不到 生小孩 小孩就是从头出来 所以生命是从头开始 不是从脚开始 从小开始就难产了 就难产 重新有一个人 就学叫做公子 从儿 晋国从儿 生产的时候脚签出来 妈妈差点死掉 虽然妈妈不喜欢她 觉得你这个给我带来厄运 妈妈不喜欢她 就是产生母子矛盾 就是从小开始 也是她人生悲惨命运的开始 等于跟妈妈 就对她有心结 正常就是从头开始 主要就是小孩子生产这个形象 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人工生产 不是人工生产 机器一样 不是就是叫 助产室来家里 辅导你生产机会越来太少了 从前 比如说五十年前还有 五十几年前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时候 我们彰化那边的亲戚 还有说家里有人要生小孩 是叫那个助产室来家里帮忙 有 但大概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就几乎没有了 但到二十一世纪又开始有了 那是因为大家有新的观念 从国外又引进新的观念 甚至还要坐在那个小的池子里面生产 在水 小孩就是在水里面生出来 也有人主张这种方式 这个是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世纪 那我们过去都是用助产室的方式 助产室的方式 整个过程很多人一起帮忙餐饮 所以大家都历历在目 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印象 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就是从头开始 所以这个 这个意象太鲜活了 一切生命的开始就是从头 所以这个头就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意象 这个头就用这个圆来代表 那头代表什么 头代表大 那头为什么又有大的意思 我问你 小孩子一个婴儿来说 他头部占全身的比例是多少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对吧 然后越长大 头的比例就越来越小 就变成五分之一六分之一 到后来你当模特就变成九分之一 叫九头身 九头身 那你就可以当模特 正常人大概就是大概六分之一 我们东方人的话 大概是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西方人会比较高调点 大概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特殊职业就是模特 你这个到九分之一 叫九头身 所以这个大家比例不一样 但小孩子的比例就是 头的比例是最大的 以后越长大 头的比例越小 所以因为小孩子头比例特别大 所以他头就有大的意思 然后头又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 它不是器官 叫做人体的部分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人没有手可以活 人没有头是不可能活 还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就又带有非常主要 非常核心 所以比如说 我们说什么 元首 元首 最足以代表国家的人 最重要 权力最大那个人 称为元首 你犯了案 你是带头首谋 叫做元凶 是不是啊 叫元凶 最主要的那个 那个犯案者叫元凶 就是这个元的意思 好 那元这些意思 那么放在《易经》的元亨利真 他应该是哪个意思 这个 有很多解释 就各书 有大家偏重不同 比较重要的几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说是开头的意思 就用一元复始去解释它 就是开头 元就是开头 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那第二个比较常说的 这个元就代表 是这个 大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元 我们为什么讲元气 元气的元是什么意思 对 好厉害 能够讲得出元气的元是根的意思 是非常厉害的人 这个元是根本的意思 就是我讲说一元复始 那个元是根元 那个开头是根元的意思 是元 其实带有这个元的意思 就本元 就带有本元 所以我刚才说那个 解释这个元 其实 这个开头 如果再往深一点解释 就是它代表这种本元的意思 本元意思 那第二个常常被拿来解释 这个元就代表大 很大 元亨就很大的亨 很大的亨 那你如果是开头本元的意思 就是从根元上 就是一件好事 就叫元亨 亨大家比较知道 它就是一个好的 亨通没有阻碍 亨通没有阻碍 好 所以这个元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解释 大概就是这两个解释 不要再去复杂化 可以很复杂 光这个字可以写5000字 来解释元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有很多讲法 那我们就掌握这两个意思 本元开头 第二个就是大 很大 很重要 好 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亨字 我怎么把它写在响 不是写错字 为什么 因为古代亨字跟响字是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亨跟响是同一个字 那它的甲骨文就是这样 就是好像一个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的重点在哪里 你觉得这个建筑物的重点在哪里 这个图像 是在上面这个还是在下面这个 上面还是下面 你们好厉害喔 下面 因为我在另外一班 我问他们 你觉得这个字的重点是在上面还是在上面 他们都是上面 为什么是下面 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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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垫高的房子都是了不起的房子 因为垫高是要花很大成本才能够把这个地面垫高 所以它都是都是重要的建筑物才会把地面垫高 才会把地面垫高 那我现在在问大家为什么把地面垫高 除了好看 除了庄严 隆重以外 还有别的什么好处 这个半公尺不容易 跟接近天 是 对啦 是 我们可以比我们高五十公分的人 我们可以说他跟接近天 这个是防潮 为了防潮 因为地面湿气重 像我刚刚讲 半夜湿气重 你们有没有住过那个房子里面就是泥土的那种 乡下的房子 有吗 有吗 我小学的时候 我到彰化亲戚家去过暑假都是住那种房子 地面是土 所以下雨的时候 其实那个有一点潮 非常潮 下雨的时候它非常潮 晚上睡觉那个棉被都是湿湿的 那你说为什么不铺水泥 有 大厅铺水泥 但小的房间就不铺了 就客厅会铺 因为对外 小房间就是泥土 因为每天产 所以它很平 那个床 就那个 大的那个 有床框 床架那个床 就放在那个泥土上面 这个我到我 就等于是台湾70年代 乡下地区还是有这种房子 就是土 但古代全是这种房子 古代只有很有钱人的家 的客厅 它在泥土上好像在铺石板 挡住那个湿器 那如果铺石板挡住湿器还不够 就要垫高 垫高就是一个隔绝 隔绝那个 所以我们常常看古书里面有说 哎呀这个皇帝啊什么 贪图享受啊 要建台 建那个台 就停台楼阁那个台 这个台可不是什么 做一个阳台啊 可不是做一个瞭望台 不是 这个台就是把房子垫高的意思 这个台 比如说我这个房子 如果是200平 是整个200平全部垫高啊 而且古代要做台 那个垫高 可不是垫高一公尺啊 垫高就是要垫高 三层楼到四层楼 它视野就变得很好 整个两三百平的房子 每一个窗户看出去 视野都很好 这就是贵族住的地方 两三层楼高 你看那两三百平 要把它堆到两三层楼 要花多少人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这一块 古代可以花到这种人力 就是除了贵族 或者是这种 君王住的地方以外 就是庙 就是庙 所以这个字 这个形状就代表庙 没有下面这个 就代表房子 下面这个就代表庙 我从前有讲这么清楚吗 没有 就是大家读这个 就是不单单是读易经 就是我是希望把整个文化史的东西也能够传递给你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我们如果不知道古人怎么生活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思想 就我们可以回到古人 感受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还有感受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就易经是非常线 我对易经的解释方式跟别人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把易经当成一本宗教的书再解释 你会知道我们现代人是可以不用 不必有宗教信仰也可以活得很好 古代人没有宗教信仰你是很难活 你会活得很辛苦 你会活得很痛苦 尤其一个贵族 作为一个贵族 你没有宗教信仰是很难活下去 这个里面一定没有办法体会 这个东西 你问一个一百年前的人 他们就很清楚 人没有宗教信仰很难活 因为真的环境无常 你没有宗教信仰你真的是很难活 但我们现在因为就是有科技 然后又经济发达 我们就是觉得宗教是迷信 从前宗教不是迷信 从前宗教是生活必需品 它是给你力量的东西 就让你能够在这么艰苦 不容易的这情境底下 你还能够提起力量 勇敢的活下去 而且还要对别人产生贡献 对整个社会产生贡献 这是一个非常 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你如果没有那个 背后没有一个支撑 其实你是那个力量提不起来 所以我就说是这一百年来 我们才可以不用宗教 一百年前人是 无论东方西方 大家没有办法没有宗教 所以我们读《易经》 要回到古代人的思维 这宗教在古代人的思维里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 那为什么叫亨 亨我们都说 我们现在就是很顺利就叫亨 没有阻碍就叫亨 所以那为什么会跟这个庙 产生连结呢 就是如果有神明庇佑 你就可以没有阻碍 是这个 是这个关系 在神明的庇佑加取底下 你的阻碍就会被减少 所以你就变得很顺利 所以古代的顺利是指得到神明的加取 那请问神明为什么要加持你 神明为什么不加持别人 为什么要加持你 你有什么特别的 对 第一个当然是你虔诚恭敬 专注 虔诚恭敬专注 这个是起码的 第二个 就是 神明希望人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你有按照那个 你有按照那个东西在做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神明 神明要我们这个 要怎样 要怎样 什么不要做 什么要做 你遵守了那个神明的指示 然后你祭祀的时候 恭敬千尘专注 一般来说 就相信神明就会必有你 你说这不是迷信 你不要随便乱说这是迷信 因为到现在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子看的 到现在每一个宗教 无论你是西方宗教或东方宗教 第一个就是看你是不是虔诚恭敬专注 第二个就是看你有没有招得神明的话在做 这是普遍的道理 东方西方三千年前三千年后 是一样的 你没有宗教则宜 一有宗教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东方西方 你达到这两个都做到 一般就是相信神明就会必有你 所以这个只要有神明必有就是亨 所以一定是你自己做对了某些事 所以得到神明的必有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 叫做大亨 有玩过大富翁 我们有新创造一个名词叫大亨 大亨的意思是很有钱的人叫大亨 那为什么很有钱的人叫大亨 亨是顺利的意思 有钱的人就一定顺利吗 现代是 就有钱可以把所有不顺利的事情把它打通 所以叫钱能打通关 有钱的人另外有个外号叫打通关 就有钱就所有阻碍通通可以把它消除 有阻碍我就花钱 就花钱就可以把它打通 这是现代人观念 不是古人观念 就现代人堕落才会有这个观念 古人是什么 古人是你必须是 你的行为必须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神明才会庇佑你 才会让你没有阻碍 不是你有钱就没有阻碍 是要得到神明的庇佑 是要你的行为 你的规范 你的那个道德规范 跟神明是符合的 这样你才能够得到神明的庇佑 才能够做事情才能顺利 用佛教的就说 你这样才会有功德 才会就是佛菩萨才会这个 才会加持你 这是一样的意思 我只是语言变换而已 但其实那根本的信仰是一样的 所以原亨要怎么解释 你可以解释非常大 非常大的顺利 你可以这么解释 你也可以解释成 在很根源的地方就有顺利 很根源的地方 可能是跟神明产生连结 所以很根源的地方 你就建立了这个顺利的这个状态 这个叫原亨 再来就是力真 力比较容易解释 有书的人 书上有立这个字的甲骨文 因为这个字甲骨文不好写 我就 我写每一次都写不像 所以我就不写他的甲骨文 但因为他的甲骨文跟他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楷书文 意义几乎一样 就是旁边有个刀 这是刀嘛 然后这边是荷 荷跟草的差别是什么 对荷可以吃 好厉害好聪明 荷就是庄稼 就是对人 就是可以作为主食的东西 这个就是荷 所以就是你种那个庄稼 然后收成的时候 你用刀把那个庄稼割下来 这个就是利益 收货的意思 利益就是收货 注意哦 是这个货 是这个货 有另外一个货是这个货 这个货是打猎来的 这个货是那个农耕来的 这个是油牧民族用的货 这个是农业民族用的货 这是两个不同的生活环境 两个不同的产业环境 他会用不同的字 就是一般农业会用这个货 因为旁边就是一个和 就是收成 所以利益就是收成 就是有的吃有的喝 就是生活会改善 这当然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叫利 所以利就是对我们好的事情 那再来 第四个字是真 真这个字啊 到底什么意思呢 非常说法非常多 但我也只取两个意思 其他多的我们都不管他 我只取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真呢 是古代拜拜的时候 要用的顶 古代要用的顶呢 第一个是放贡品 放拜拜要用的贡品 第二个呢 就是放拜拜要用的香料 你可能这个香料烧 烧过以后会有一些香味跑出来 会有一些香料的东西 就是它可能不是贡品 可能是需要烧的东西 或者可能是有香味的东西 比如说一束鲜花 或者一些酒 有香味比较重的酒 等等那类都会用到这个顶 所以这个真呢 基本上是一个顶 可是因为它是拜拜的时候要用的 或者说它是补卦的时候要用的 补卦一定要先拜拜 只是补卦拜拜不是大型的拜拜 补卦拜拜就是补卦的官员 这个是正式官员 周朝补卦是个补官 正式领国家薪水的公务人员补官 你们今天会来学 已经可能上辈子当过补卦 补卦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没有 到清代才没有 明代都有补卦 宋代我们去看宋史 有非常多例子 跟辽金元打仗的时候 打仗之前都要请补卦来补卦 这些都有记录在历史里面 所以补卦是很晚很晚才废掉 满洲人不相信这个才没有 在明朝以前都还有一直有补卦这个编制 所以这个真它就是 因为它是补卦的时候要用 要拜拜 补卦要拜拜 许用的这个顶 所以它也有补卦的意思 因为它是必备器具 所以它出现就表示要补卦 所以真第一个意思是指补卦 那第二个意思呢 第二个是因为要拜拜 因为要拜拜 所以你要你的身心状态 必须进入到一个拜拜的状态 那我问大家什么是拜拜的状态 可不可以开玩笑 可不可以跟别人开玩笑 不可以吗 所以拜拜状态 就用我刚才的三句话 不是三句话太多 就用我刚才的三个形容 千层恭敬专一就可以了 千层恭敬专一 这就是一个拜拜的状态 所以你就是进入到 身心进入到千层恭敬专一的状态 也可以是真 不要太大的变动 就是稳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真 所以力真就是 有利 你可以如果是做补卦奖 力真就是有利于你现在要问的这件事情 有利于你要补问的这件事情 这叫力真 可以 这是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就是 力真是 利于你 持续保持在这种 稳定的专一的这个状态当中 力于你保持 你就是你继续保持在这个状态当中 会对你有利 就是会有好的结果产生 你继续保持在这个稳定当中 不要变来变去 然后态度专一 工作认真 继续保持在这个状态当中 这个未来就会得出好的结果 这个叫力真 这样这四个字讲完了 然后 大部分的书都把这四个字当作四件事情来解释 缘 有缘的解释 亨有亨的解释 力有力的解释 亨有亨的解释 但是呢 我比较不是这样看 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 缘亨一件事 力亨 力真一件事 缘亨就是 一切吉祥 什么都是吉祥 那为什么什么都是吉祥 因为力真的关系 力真是 在这里我倾向于做第二个解释 就是 恭敬千层专一 就是如果你 你保持在恭敬千层专一 这样的宗教状态 这我们现在叫修行 修行状态 你处在一个修行状态 而且力 力在这里除了 你应该有点顺利的意思 就是持续 持续在这个修行状态当中 可以让你圆亨 我个人比较 这样子来解释 就是圆亨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力真 因为你持续的 这样的 祭祀也好 恭敬千层专一也好 你持续在这种 稳定的状态当中 认真的状态当中 这都属于真的 真的解释 持续在这个状态当中 久而久之 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 得到圆亨这样好的结果 好 这个是字面的解释 如果从补卦的解释 圆亨立真好像是个不错的卦 我跟你们讲不是 从补卦 从补卦经验来说 补到钱卦的一般都是 辛苦的卦 可是这个辛苦不是没有收获 有 补到钱卦的辛苦 都有 大量学习成长的机会 通常你补一件事情 补到钱卦 通常里面过程辛苦 不是说收获满满 它不是物质性的收获 钱卦比较不是物质性收获 钱卦是一个精神性的卦 空卦才是一个物质性的卦 因为它是精神性的卦 所以你在精神面方面 收获满满 在精神面上面你会收获满 所以你就是学到经验 学到智慧 学到认识很多人 这些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收获 所以你说钱卦是好卦还是坏卦 我们学易经就不要掉入这个圈套 易经没有任何一卦是好卦 没有任何一卦是坏卦 但如果大体来说 就是一般人的角度 不要用修行人的角度 如果用一般人的角度 钱卦会这么说 如果年纪太大不到钱卦 我们就不要从好卦来断 因为太辛苦了 比如说一个人都五十几岁了 不到钱卦 其实是要有挨金之意 就是觉得这么好 已经都五十几岁了 他这么辛苦 真的是不容易 但如果这个人二十几岁三十岁 不到钱卦要鼓励他 要祝福他 说好好学 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这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成长阶段 他虽然不会给你带来立即的 立即的什么升官升局 不会给你带来立即的加薪 可是你走过这个成长之后 走过之后必有成长 钱卦也走过之后必有成长 走过之后必有成长 你的福报是在成长之后 你的加薪生殖是在那个成长之后 所以如果照我讲起来 这个钱卦就是 如果你力争有修行 就会有 就会有那个 就会有元亨 然后有元亨 你就要把这个 再投资到修行上面 投资到成长 投资到成长上 投资到成长上 他还会再给你有其他更大的收获 所以元亨跟力争 这两个是有不断循环 不是说有元亨就好了 不是 有元亨你还必须再投入到 持续投入到成长 投入到成长 它又会产生好的结果 你再投入成长 它再产生好的结果 叫天行见君子以至强不息 那个天行见的那个循环 就产生了 持续不断的那个循环的力量 持续把你往上推高的力量 就在这个 元亨利争 利争元亨 元亨利争 利争元亨 在这个循环当中 慢慢被建立起来 这个我们就称为善的循环 善的循环 善的循环就让我们一步一步 往更高的地方走 可以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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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